这是我近几日接触的 御风阁门客名单 凡是有意向加入的 我都在他们名字上面 做了标记 那这些没做标记的 是还在犹豫吗 这几个人 前些日子说要来 可是今天 却没见到他们人 是有事耽搁了吧 也不知道现在的御风阁 是怎样一番景象 到了 走 他们不来 来 我们去御风阁看看 冬月 谢谢你 此刻还愿意留下来帮我 殿下 我相信你一定会 东山再起的 我看怕是难啊 良勤择目而期 选错上司可大可小 小则穷困潦倒 大则人头不保 你住嘴 你这时候过来 是为了看热闹吗 殿下忽然关心朝堂之事 令下官惶恐 但我设这个局 只是想在朝上 少个敌人 并不是存心针对殿下 巧言令色 你设计殿下 现在还振振有词 殿下若输 只是输掉他的前程 我若是输了 输掉的可是我的性命 若没有必胜的把握 怎敢应赌呢 玉丰阁的这几位大人们 前些日子已经跟冯某接洽过了 不知为何 今日又改变了主意 难道几位大人 一搏云天 想要与玉丰阁共存亡 不知为何 殿下 我家里有事 我先走了 我也有事 先走了 告辞了 你们别走啊 冯夕不过是花言巧语罢了 别走啊 留他们去吧 可不可以放过于风格 可不可以放过于风格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陛下 不是说放过就能放过的 你真当我无所不能啊 下是纯粮之人 被你以激将法骗入局中 于风格是他必生的心血 还请大人 都饶人处且饶人 我好不容易赢了一次 你却让我都饶人处且饶人 那你知道 我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不会让你输的 就凭你 冯大人这样做 无非是享受冻玉丰阁的人才 听闻大人 最近在替礼部招兵买马 不知道这里部 有没有合适我的位置 我一天 我想你应该清楚 我要你做的 不单单只是下属 大人请自重 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你用这种 公事公办的态度 跟我说话 还记得 你那天心计如焕地 赶来救我 可不是这样的 我愿意搬入冯府 那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只要你肯放过三皇子 你倒是有情有义啊 为了三皇子 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吧 你早一日搬进来 我就早一日放过他 你也是来此行的吗 对不起 殿下 殿下对你有情有义 如今殿下有难 你竟不顾而去 亏欠殿下的 日后我一定归还 只是此刻 我必须要离开玉峰阁 那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非走不可 好了 清晓 冬月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日那些门客要走也就罢了 殿下平日对冬月百般看重 如今他为了荣华富贵 背叛殿下 殿下怎能无动于衷 冬月所求的 他不是高官喉鲁 也不是荣华富贵 我相信他有自己的想法 殿下 我离开玉峰阁事处有因 只是尚无头绪 还不敢轻易许诺 只待日后事成之时 可以报答殿下 当初的知遇之恩 冬夕和兵部的人 一起买粮针赛 此事报答 记得要求选择 自己的山河 我现在将来 给你承拨 现在有好多的 做得到 需要选择 我就是要 拨击 吗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可以做邻居了 我以为有了道乐 你在冯府已经不愁寂寞了 你瞎说什么呢 道乐在我眼里啊 跟小四就没有差别 不过他教我武功还挺伤心的 看来过不了多久 我就能帮冯大人单独执行任务了 你对冯夕倒是死心塌地的 冯大人他虽然在别人眼里 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他救过我弟弟 救过我 还帮我脱胎换骨 重获新生 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 我这欠他的 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若是我能跟你一样洒脱就好了 我不是你们的夫人 我只是暂住于此 没事 你们下去忙吧 是 你这个人啊 就是性子别扭 刚才简直把波勒的眼都写在他脸上 若是你以礼带我也就罢了 若是你敢乱来 为何你要不然在我们下单独执行 我爱你们下单独执行 也是你们谁儿语 对我也是 一复来 在这儿